立委孔文集10号上午前往万荣乡公所举行基层座谈 除了巡视关心万荣乡安心及时上工的办理情况外 并追踪马远公墓公园化第三期工程执行进度 以及进一步了解台大一孩归环和协谈后续及配套措施等问题 邀集了工部门的人员单位 并与万荣乡公所各科室所主管、村长以及部落事务组长等人 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以及协调 六月空旗在110年6月在立法院曾要求行政院以及劳动部 应该扩大原住民就业的职缺 而且不应该以6个月一次为限 在新冠肺炎疫情非常严峻之下 影响到部落主要们生计胜剧 所以原住民宿委员会地区应该扩大办理 而这是在争取延长到明年6月来保障万荣乡全的工作权 上午座档会结束之后 下午六月空旗在公所族密林兴以及部落干部等人的拍摄之下 将马云公募实地会刊 并且在胖泊大雨声中听取工程计划简报 六月空旗在三天第一年务必让工程品质如期完成 并且再次强调台大一孩后续工作 必须落实已部落主人们的共识 回到立法院会继续追踪以及问证咨询 让万荣乡并将殡仗设施计划以及族人们所期盼的以立税率推展 马云这个公务那个纳骨草它可以没有 马云这个公务的纳骨草 我们对最近的时间还有未来 我们的时间很好比较 很方便 那我认为这个世界陆志部民众区 在全国沿路民地区 纳骨草 基本上是每个乡都有 大概我知道只有一个乡还没有纳骨草 是乌来区 乌来区到现在都还没有 我们现在比较多的是像仁爱乡、富星区 那个几乎每个村 最早阿里山乡也有 热野村一边 所以这个纳骨草的这个经费 这个要特别谢谢 那是不是我在这边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内政部民众区的这个纳骨草的 山地乡的公务的改善经费 纳骨草跟纳骨草 那个是 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 内政部民众区 从马英九上任的第二年 内政部民众区就有这个 就开始有山地乡的公务改善计划 六月孔骨草对台大窃夺马英村 布农竹人们祖先以海离世 六月孔骨草听了之后 马英村长已即将代表了意见 希望这就会能够继续跟 六月孔骨草办公室保持联络 因为六月孔骨草究竟是两年前 透过前原委会主密 好友阿浪的建议 第一次在立法院为此召开协调会 同时也预议将在立法院 继续就此历史正义 问证之监督 也希望这就会能够将争取的进度和诉求 主张告知六月孔骨骨 国会办公室 好让马英村布农族的族人们 争取应有的公道以及正义 记得将争取应有的公道